告訴我們為什麼不行 你覺得是哪個法療 請你跟我說 被擋在拖映中心門外 家長們氣氛難平 我們是家長啊 我們都是家長 外孫紅布 我沒再來 華興拖映中心的虐嬰案 引起社會嘩然 拖育員把四個月大的女嬰 當成玩偶一樣 毫不聯繫 搓頭 抬下巴捏臉 動作非常粗暴 家長指控至少有八名孩子 集體遭虐 但原方的監視器 卻是選擇性提供 疑似還遭到剪輯消音 刻意避開廚房 每一天 幾乎每個小孩子 都被受虐風 被打 被關 被摔 被踢 你們看到的影片 都只是片段而已 所以你覺得業者不知道嗎 不可能 爆出集體虐嬰案之後 拖映中心被要求停辦一年 事後原方首度召開說明會 但面對家長質疑 卻不乏抑鬱 業者 不硬嗎 社會局回應 涉嫌肆虐的三名托育員 已經被移送 而監視器畫面確實有疏漏 正等正風單位調查處分 街台中綜合報導